音樂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電探的消ier的米桿 米桿今天呢 特地把手指頭洗乾淨要來開箱囉 那我要懷著非常無比崇敬的心情 就是要來跟他們分享這激動的時刻 你們看我面前有一台Alienware的筆電 而且還是搭載了 就是Tofi 就是野球追蹤技術 最新的Alienware 17R4 什麼 你說你沒有聽過Alienware 好啦 也難怪啦 因為他們上次進入台灣市場時間是2015年 是稍微晚了一點點 不過在國外呢 Alienware可是高階玩家的象徵喔 先帶大家看一下Alienware 17R4 非常有辨識度的外型 那它的外觀是採用鎂合金材質 從電鍍裡面還有鋼材來打造的 聽起來是不是超硬的呢 那另外呢 非常顯眼的外星人啊 在這邊一眼就可以認出來 這個就是開關機鍵喔 那電競筆電呢 不可或缺的閃亮系統 從側邊鍵盤 然後到觸控板 通通可以換顏色 觸控板亮起來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感動 那後面的孔位呢 也非常的齊全 還有外接就是Alienware顯卡的專用孔位 前面呢 這個一直亮紅燈的地方 就是Toby的眼球追蹤技術所在地啦 Alienware 70R4 它做到的事情呢 就是讓Toby眼球追蹤技術跟遊戲做結合 像是GTA5 Watch Dogs 2 或者是 Division 等等的遊戲 你只要用眼睛用看的 就可以瞄準敵人喔 不過真的要射擊呢 還是要靠滑鼠啦 是不是很帥呢 那你可能會很好奇它的規格 在Alienware面前談規格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那裡面有三個 第一呢 就是它是Alienware欸 電競筆電的頂級品牌就在這邊了 上面已經沒有其他的東西了 那第二呢 就是最新的Alienware一定搭載最新的技術 包括Intel Core i7的處理器 那NV加第十代的顯卡 或者是Toby技術等等 那第三呢 就是要給高階玩家的BDM 一定會具備良好的擴充性 所以不管是要加記憶體啊 或者是加外界的顯卡 光是17吋的Alienware 就有很多規格可以做選擇喔 我可以肯定告訴你的是啊 就是它非常的扎實 而且徹底反映在它的體重上 大概4點多公斤啊 讓你完全無法就是撼動它的地位 那密干呢 現在的夢想啊 那就是帶著它可以去Alienware的咖啡廳朝聖喔 那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別忘記訂閱電探傳的頻道 還要給我們一個Like喔 掰掰